香港浸會大學上志會呈現 復興新生系列 細說論語 趙國鴻是香港浸會大學的傑出校友 他熱愛國家 早年在浸大修讀社會學系 曾經參加保釣運動 後來他聽從家人的意見 前往加拿大繼續深操 在加拿大的時間 有沒有一些難忘的趣事 或者經歷告訴我們 放了學 馬上去幫人鑽雪 當時放學來說 加拿大比較上北一點 大概三點多鐘 四點鐘天黑 所以我們放了學三點多鐘去鑽雪 鑽到五六點鐘左右 當時鑽雪來說也不錯 我記得過四小時 一個小時去鑽雪 賺鑽雪錢 然後去酒吧做伴侶 那些伏仔 伴侶要兼很多東西 又兼了清潔 有時來說 我們都要 例如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晚 都要拿著結他 在那裏唱歌給人聽 即是沒辦法的 馬四落地走 每樣都要做 但我們覺得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考驗 以前我爸爸都跟我說過一句 梅花香治苦寒內 即每一個人都要經歷那個考驗 經歷那個奮鬥 然後你的成功才要寶貴 特別在我們的年代來說 大部份人都不是出生於豪門 大家來說 亦都一定要經過相對艱苦的日程 然後才能熬出來 成功靠苦幹 好像論語有一句就說 衰寒 然後之重泊之厚雕也 即是要好像重泊一樣 就算是多艱難 很冷的環境之下 它都是絕壯得很好 記得訂閱、點贊 和分享超藝理想憤怒 發生架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